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有12个人物 放鞭炮 吹唆呐 动作栩栩如生 各具情态 2019年 这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正式收藏 而创作出这件核雕作品的人 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光伏核雕代表性传承人周建明 那么周建明是如何与核雕结下不解之缘 他又是如何创作出这件巧夺天工的核雕作品的呢 核雕 不名思义 主要是在桃河 橄榄河等果河上进行雕刻 从而形成可佩戴可收藏的工艺品 1956年 周建明出生在江苏省周山村 周山村有着100多年的核雕历史 上世纪70年代 周山村创办了周山雕刻厂 后更名为周山工艺厂 从这里走出过许多优秀的核雕匠人 那么我们呢 当初学艺啊 就是进这个周山工艺厂 是中研府创办的 它是我们核雕界的一位著名的核雕艺史家 我们非常珍重它 敬仰它 从小耳濡目染 周建明对传统核雕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19岁高中毕业后 他便进入周山工艺厂学习核雕 当时呢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 许多跟我的同龄人 甚至有的比我还小的 已经进到那个厂里面 去学那个雕刻了 我呢 很羡慕他们 那么等高中毕业以后呢 就一下子就是想进去 那么正好75年呢 这个厂呢 就是要抓一批徒弟 那么我呢 就报名进去了 进入工厂后 周建明首先要练习基本功 第一步就是学习如何拿刀 雕刻运用的是巧劲 拿刀的姿势是否正确 决定了后面雕刻起来省不省力 能不能雕刻出好的作品 第二步 周建明要学习刻刀雕刻 初入门者首先要学会刻方形和圆形 形状由大到小 难度层层递进 这个刻方块是什么要求 四个九 要折九 而且呢 要刻成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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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宝塔一样的 这个是练方块 练了方块以后 然后呢 练那个勾圆 就是刻圆圈 当时练了一个礼拜 手指很疼 很疼很疼的 感觉这门技术啊 要学会它也不容易 抱着不服输的态度 周建明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地练 度过了手指酸痛期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半个月后 他学会了客方和客源 紧接着他开始正式学习雕刻人物 然而 人物的雕刻极其复杂 门道多 学问深 难度远远超出了周建明的预想 怎样才能给雕刻的人物开脸 雕刻出唯妙唯笑的人物神态 成了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 开脸就是开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把我脸部的肌肉 眉毛 这些把它刻出来 一开始的话 比例吃不准 或者说眼睛高低了 这个鼻子 特别是做鼻子 这个鼻泡做不下 做出来就是一个三角 刻那个开脸呢 也设计到一些美工基础 像我们原来没有美工基础的 学起来是比较慢的 为此我找了我师父 我师父是一个画家 我就跟我师父说 我除了学雕刻 我还要向你跟他学一些画画 基本的一些绘画 这样后来我师父答应了 周建明跟着师父朱更元学习绘画 有了一定的美工基础后 他所雕刻的人物 也有了细微的神态 学习时他从不懈怠 每天都早早来到工厂 刻苦地练习雕刻 一年多的时间 周建明就已经能够雕刻出 完整的成品了 1978年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 周建明毅然放弃了工厂的工作 参加高考考入南京师范学院 同时他也没有放弃热爱的核雕记忆 而是把做核雕的工具带到学校 利用学习之外的一切时间练习雕刻 上学那是我的一种向往 现在出现了 这个愿望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愿意放弃核雕 带了工具 带了原料 到南京去上学的 一边上学 一边雕刻 毕业之后 周建明被分配到光伏中学教书 后被调入藏书中学 其间他一直利用寒暑假做核雕找市场 然而随着做核雕题材的深入 他感觉时间不够用 98年我从学校辞责了 一方面就是教师已饱和了 第二方面 我不能耽误学生 我要搞创作 我要找市场 但是我也不能一行二用 一行三用 所以我确定就是提出来辞责了 专业从事核雕 找市场 培训学徒 想把这个核雕 能够把它助大 从学校离职后 周建明将全部精力投入核雕 刻苦地磨练雕刻技艺 钻研雕刻题材 渐渐地 他的刀法愈加精细流畅 深浅得当 雕刻出的作品也活灵活现 因此 他的核雕作品有了不错的销路 生意渐有起色 在周建明的勤奋努力下 他的核雕技艺日益精湛 作品也逐步被业内认可 但周建明对自己的创作 也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他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挖掘创作题材 1998年 在重新阅读名篇《核周记》时 周建明的创作热情被点燃了 与年轻时相比 此时看到这些文字 周建明已经有了不同的心境 人生阅历和核雕功底 他跃跃欲试 希望能将核周雕刻出来 首先他要挑选 适合雕刻核周的橄榄盒 这种料是比较饱满的 为什么要选这种料呢 它有几个要求 一个是船底 船底基本上是符合的 还有高度 这个里面高度不高 你还要做窗户 这个就做不出来了 当时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 没有时间 也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进不下新来 现在我辞责了 那我有大块的时间 用到那个创作上去 所以我根据语文课本上 那个核周记 我想一下 我能不能来尝试一下 挑选出合适的橄榄盒后 周建明便开始着手雕刻 然而橄榄盒上人物众多 这就意味着受力点变小了 稍不注意多用一点力 橄榄盒上的人物就有可能断裂下来 整件作品将会前功尽细 那么你怎么去 把这个五官开清楚 开好 这个脸型开好呢 那就考验 你的手上的功底了 你要该牵的地方 必须要牵 小心的 一点点 一点点的 鼻子 你用力大了 一个脚掉了 那个鼻子 一边正常的 一边缺了一块 那这个是你开不出来的 你这个脸就没有办法开的 屡次的失败并没有让周建明气馁 他分析 既然是考验手力 对于他来说就不是问题 勤家练习 手感自然就好了 然而 这个难题刚解决 新的难题又出现了 船上的窗户更为精细 而把窗户装上去 更是难上加难 窗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最后安装了 安装不小心 上面的肘断了 那这个窗就报废了 所以那种心情啊 就很痛苦 哎呀我画了这么长时间 白画了 重做 失败在哪里 总结一下教训 哪里受误了 修改 小心 再小心 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 何雕除了考验师傅的个人记忆 还需要师傅具备灵巧的思维 和一刻不停的头脑风暴 怎么把窗户装到窗框上 是摆在周建明面前的一大难题 全体可好了 人物也可好了 最后的就是安装窗户 窗户 这个怎么能够把这个窗移到窗桌里面去 那么除了这个打上面 上砍打一个孔 下砍打一个孔 那个窗就斜着进去 但是斜着进去的话 你斜不进的 那么斜不进的情况之下怎么办 就想到 必须要上砍 开一条凹槽 窗桌 才能沿着这个凹槽 慢慢地移到位 垂折能开 再把这个窗槽涂掉 用掉水填平 周建明运用巧思 将窗扇装上了河州 原本以为装上就没问题了 可等两扇窗装上以后 是能够自由活动 但是却无法正常闭合到一起 你这个桌不在相对称的位置上面 所以会出现一个窗和另外一个窗不吻合 这是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的 就是说你在打孔 你这个两个孔 下面两个孔 上面两个孔 打孔的时候 你必须先要试一下 试一下不行的话 那你还得把这个孔呢 用浇水拌了材料以后涂掉 涂掉以后重新打孔 重新来微调这个窗族的那个 在相对称的位置上面 星光不负赶路人 周建明在耗费了十几颗橄榄盒后 最终成功复刻出 《河州记》中所描写的 苏式泛油赤壁的盒雕 邦寸之间大有乾坤 精巧有志 雅俗共赏 然而周建明并未就此止步 随后他开始自己设计图稿 希望能够突破自我 雕刻出一个更为精细 热闹的现代河雕作品 《河州记》上面五个人的 有四个人的也有 那我能不能增加一些 多一些人呢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 就是我们民间那种封锁 闹元宵 有放鞭炮的 吹唆呐的 敲骨的 有舒畅的 还有一些观众的 把这些人物组合在这个床上 然而新题材上人物多达十二个 周建明需要在只有芝麻大小的脸部 雕刻出清晰的五官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令周建明没想到的是 即使他采用放大镜 放大人物面部进行雕刻 但现有的刻刀 仍然无法雕刻出 唯妙唯孝的面部神态 那还得要自己动手 自己来做 特别是精细的 雕小地方的 这个宽度一点点 就是那个0.5毫米的 那种小的刀具 必须自己做 尖刀也要自己加工 随后周建明 重新做了一把刀刃只有 绣花针粗细的刻刀 再凭着多年积累的雕刻经验 耗时一个月 他终于雕刻出了 难度升级的合雕作品 闹元宵 各色人物栩栩如生 神态精妙 呼之欲出 最终 这件精巧别致 细腻入微的合雕作品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周建明不仅个人造诣 得到了提升和精进 也在业内收获了好评和荣誉 然而周建明却没有心高气傲 他发现 社会大众对合雕的了解 知之甚少 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记忆 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完整的合雕市场 大家销售都是很难的 绝大部分人都改行了 积聚客呢 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市场问题 销路问题 我们主要销呢 当时呢 我也跑过上海 城华庙 浮游路 我们称上一些同行呢 也卖到上海 卖呢 是能卖一点 但是销路呢 不差 销售不差 很艰难 我想一定要去开发市场 把市场打开出来 周建明开始在全国各地 做市场推销 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外地 然而对合雕感兴趣的人 寥寥无几 饱长闭门庚的他 一度想要放弃 正当他愁眉不展的时候 一个朋友建议他 去北方的古玩市场看看 后来呢 我就连夜赶到天津沈阳道 附近呢 租了一个小旅馆 明天早上起来 一看沈阳道啊 这个人挤得啊 很多很多人就是 熙熙然然的 那个走路都不方便 把橄榄河摆出来 摆出来一抢光 后来就再下一次就直接到了北京 盘家园 打开天津市场 北京市场之前 我们一直是阴雨绵绵 打开了天津市场 打开北京市场 等于说 我黄梅天就说了 现在是艳阳天 阳光灿烂 总算 我这个核雕 找到这么大的市场了 心里面很激动 随着周建明不断地开拓市场 周山村本地核雕的名气 被逐渐打响 2008年 以周山核雕为代表的光伏核雕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周建明和其他优秀核雕匠人的 不懈努力下 进入核雕行业的人越来越多 行走在周山村中 能看到几乎家家户户都挂着核雕的招牌 如今 周建明依然在不断地创新核雕题材 这两年 他将四大名著搬到核雕上 以他多年来练就的核雕记忆 结合名著中的经典场景 雕刻出如《武松打虎》 《庙玉凤茶》等作品 雕刻手法细致入微 作品栩栩如生 玲珑有致 同时 他也在用心地传承核雕记忆 这一颗鼻子到眼睛的距离还是可以的 你这个比例的话 头顶你上面眼睛上面还要做那个眉毛 对吧 就是做了眉毛以后 头顶就显得短了 这个问题要注意的 每个行业要继续地发展下去 那就必须要很好的去传承 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地去代学图 教年轻的一代 不断地传承 这个行业才能得到延续 除了代学图 还要做好宣传工作 总结工作 写论文 编书 参加掌校会 参加各种比赛 做好这方面的宣传 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文化的气氛 使这一个行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